腾讯体育7月29日凌晨,2018年国际冠军杯,进行了一场焦点大战,一架豪门游文图斯对战普超近日本飞卡,上半场比赛,两支球队互无建树,下半场比赛。 格里玛尔多任一球直接破门,贝纳蒂亚投球击中衡量,替补球员克兰文扎进区内竞设单平比赛,在点球大战中,本飞卡球员一次点球被佩林扑出,一次点球击中力助,而游文则此法选中,最终游文图斯点球4-2,全场比赛5比3击败本飞卡获得胜利。 第8分钟,本飞卡球员脾气在后场大脚趾传到前场,萨尔维奥在进区内将球卸下,随后一脚打门,偏出球门。 第9分钟,马尔基西奥在进区中路的包抄打门高出衡量。 第13分钟,基因利尼侯场长传,把威利越位反归,失去一次得分量级。 第15分钟,本飞卡获得前场右路任一球,塞尔维把球开入进区,赫尔曼孔蒂的射门被斯瑟斯伊得到。 第21分钟,本飞卡前场抢战成功,热德森费尔南德斯带球突入进区左脚推射偏出力助。 第23分钟,赫迪拉在进区前的远射,被挡住底线,有本获得右侧脚球,脚球开出,未能造成威胁。 第29分钟,本飞卡右侧脚球发出,斯泽斯尼尖就打出,但是右路的费尔南德斯再次传到进区,进区内左侧的队右头球摆渡到中路。 包抄的萨尔维奥林空打门没有踢到皮球。 第35分钟,法昆多费雷拉再一次争顶,中头部与队友发生碰撞,随后他被单驾车推出场外。 第41分钟,本飞卡换人,受伤的法昆多费雷拉下场。 卡斯蒂略上,下半场比赛开始,双方一边在站。 第49分钟,卡赛洛在禁区内左侧内接打门,皮球高出横梁。 第50分钟,卡赛洛在禁区内左侧的船中,中路的游人队友没有包抄到外。 第54分钟,本飞卡在后场传球失误,游人前场断球。 赫迪拉的球后杀入禁区,面对对方门脚一脚挑射,被对方门脚扑出。 第61分钟,贝尔纳带斯基在禁区前的远射,提球高出横梁。 第67分钟,本飞卡获得一次禁区前偏运策的直接任意球。 格里马尔多落叶球直挂此脚,佩林一点反应没有。 本飞卡1比0游人,第70分钟,游人获得左侧脚球机会。 脚球开到前点,贝纳迪亚投球空门,高出横梁。 第76分钟,游人拔出前场左侧的任意球。 贝纳迪亚在小禁区内右侧投球空门,击中横梁后弹出。 第85分钟,游人图斯球员克兰门扎,在前场右侧拿球,摆脱两名防守球员杀入禁区竟是破门。 游人图斯班平比3,1比1分飞卡。 第88分钟,本飞卡获得了左侧脚球机会。 脚球开出,贝纳迪亚顶出禁区。 90分钟比赛结束,两支球队踢成1比1平。 比赛进入点球大战。 点球大战第一轮,本飞卡小将帕克斯偏过佩林打球门左侧。 踢球入网,游人方面把齐奥利射门得手。 第二轮,若拉斯的水门打的左侧力柱上,埃姆勒沾丢角射门打中路的手。 第三轮,萨玛里斯点球的手,尤文球员贝尔特拉姆的点球同样发入。 第四轮,若拉菲利克斯的点球被佩林挡出,桑德罗点球命中。 最终,尤文图斯点球4-2,全场比分5比3击败本飞卡获得胜利。 本飞卡首发,99弗拉乔基莫斯,34阿尔梅达,6723埃布埃西。 2,赫尔曼,孔帝,33甲德尔45,16阿尔法赛梅多,3格里马尔多,6715有利利贝·卢,21匹齐45,有鲁本迪亚斯,5贝萨,6755帕克斯,83热德森,贝尔南德斯,18萨尔维奥,6727拉法,19法宽多费雷拉,43是卡斯蒂,绿,11费尔维,6779座王贝利克斯。 由文图斯首发,144尼45,19佩林,31贝鲁埃托45,12阿莱什桑德罗,3基耶利尼45,23阿姆雷,313卡尔达拉,62,15巴尔扎利,20坎塞洛,62,41贝尔特拉姆,8,马尔基西奥,皮亚尼奇,6,赫迪拉,40马特乌斯佩雷拉,42法维利,33贝尔纳戴斯基, 17238克拉门扎小飞飞安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字,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